真是废血泡食呢 我们俩一夜都没合眼 早饭都没吃呢 来 给你打包子 那别在这儿睡呀 干吗不去宿舍睡 余主任 走了 查尔科 我赶紧吃两口啊 快点 快点 司律啊 主任 那胆子也是真够大胆 你想过没有 在昨天晚上的那样情况下 植入儿童临时心脏起泡器 成功能概率是多大呀 想过 不到百分之五十 什么 我说黄司律 你这胆也太大了吧 主任 没有先例 没有安全方案这么鲁莽 这次没有出事 那是侥幸 如果出了事 那肯定是大事 你说话能不能声音 小一点 主任 将来我们全科室 不 我们全院都会被他连累的 主任 当时情况紧急 我脑子里想的只有救人 其他责任问题 真没想 你是对的 不论什么时候 救人都是第一位的 主任 把你这次的手术报告好好整理一下 然后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趟 下次院里的报告会 我希望你能讲一讲 你的这个第一次 我 罗长 我上的是刑侦 毕业的时候 陈宁记 全天级第一 您这让我去治安 这不浪费了吗 那也得服从工作需要 难道刑警队就不需要我吗 刚刚许亮还说刑警队正确人手呢 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去刑警队 只要你能把工作完成了出色 我就推荐你去分局刑警队 一言为定 那当然了 赶紧去组里报到吧 是 所长 衣服忘了 是不是 他那你不光处 喝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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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能 干什么 今天第一天上班 感觉怎么样啊 别提了 我跟治安了 治安 治安不适合你啊 户籍最适合你了 你找死是吧 神经给我找茬 行李啊 天经跟坏人打交道 危险 有事没事 我上班呢 下班我去接你啊 不行 方言 你们还没好呢 来了 你听好了啊 不许来 爷爷